全油管最快新闻,伪装者女主王乐军突然自接剧组往事,抱在拍摄期间受伤,引发了热议。 他晒出受伤后的拍摄视频画面,表达结束长达十年的网报。 视频中他坐轮椅,被工作人员搀扶,坐在拍摄台上,服装裁剪成一半,面不痛苦。 他分享了多张伤情图片,显示了严重的受伤情况。 胡歌在剧中扮演名台,王乐军的言辞暗示胡歌是导致受伤的男演员。 粉丝们陷入激烈争论,还原了事故真相。 王乐军指责剧组对他的待遇。 他解释为何选择现在才公开这起旧事,希望同事表达歉意。 胡歌为公开表示歉意,但网友认为他发的微博暗示与此有关。 希望粉丝放宽心,停止纠缠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